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着我不知 此在节目 去找我留不保 什么是福报 福报就是说 人看着你 自然就要让你那叫做福 你如果说要开嘴 那不是福 你知道吗 就是很散才就要开嘴 所以说缺 我说不出来 说没缺 我就回到 后来我回到说不知道 哇 我回到一句了 我想啊 真慘 我那天真的回到我睡不去 哇 这 我是不是滴肥不够 我这样回答 这一般人 一般人就感觉 啊 我不知道就不知道啊 哪有什么 哪有什么睡不去 我因为回答这句 我回去睡不去 我乖乖 还请另外一个菩萨 他说 拜托你帮我查这个人的名字和阻止一下 因为他在听课 听课 听课 我那天都不知道 那另外一个菩萨就说 你查他的阻止到地方 我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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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啊不然我今天回到他了 好了 我怎么想呢 我说 众生无变 欲度无尽 我有多少能力呢 做多少事 没有所谓呢 缺不缺 众生无变 欲度无尽 我有多少能力呢 做多少事 没有所谓缺不缺 没有所谓缺不缺 再离两边 我是怎么怎么下这教 叫那个玉年名的文章呢 原来就是 因为这个信众的同胜 他本身就把他对活法的感觉 删一瓶文章华国 我说 哇 这个人 对活法又不是错误呢 所以对这种人呢 我就不可以删删的东西了 啊 接下来我就开始介绍 啊 我这里有什么会 啊有什么会 啊需要有什么 不是说需要 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什么的能够 啊 一切随意 我还要交代 一切随意 我没告诉他说一定要 一定要做一种 结果等于外交派一驾锤 接下来呢 马上有回答 说 这 我同胜已经决定 我说 决定是什么 他说决定是什么 那个项目 只有表情而已 说银先生看起来很感动 几句话而已 你看 你人回答不知道 到后来写那 你看那 所以答话要有水准 真的 一个修行人 那种艺术眼光 在世间叫艺术眼光 其实 在那个火花叫至光 有地味的感觉 这种跟世间的艺术相同 所以我们尽量可以享受这种 对话的艺术 因为里面充满什么 充满智慧和慈悲 因为他看到我众生无边欲渡无尽感动 因为这是菩萨德 菩萨的信仰 他真的不觉得说我这个富春 好像价值性不太高 不 因为他这样富春的时候 那种 那种法兴 不可以让他真的种到福田 真的不能公德无量 就因为我生他几句话给他感动 他如果其感动缩辅辅出来那种的功德不太大 你如果给他说说 那你就不然 不是说缺还是没缺 我生了 我生了回去 我怎么睡不着 你们知道 我说我的答案不够艺术 第一次回答了 最清楚了 我又觉得我第一次回答了最清楚了 但是 这种的回答 对一般来说 一般人会去想到 这样不会 不会 他不会去想到 我回答 是不是有够追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人的 面和无面的差别 差在那边 人一个受害的人 对这受害 有清楚不清楚的差别 差在那边 直接看得出来 是怎样有的人 不觉得 说这句话不对 有的人 不觉得说这句话不对 打错 这样就变成 这是第一件 第一件 因为 有时候 你面对众生的时候 你没有印记 你这样不对 没有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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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发生的人 不是普通的来历 你如果说你搭一个小秤菜去 我 遭人的路 好 所以 这个很重要 什么 什么是道如行出 解脱之家 德 苦其灭道 道理 道理 好 好 好 我这 我那 我那解释 苦其灭道 有更清白的话 你们对这个苦其灭道 有更了解 因为苦其一般人都会 更注意去知道苦其在说什么 买刀 尤其刀不好材 买刀好材 买刀就反正把判断 但是刀不好材 为什么刀放在乡尾 为什么刀放在乡尾 因为你里面充满智慧和慈悲在里面 因为有时候有时候 有时候高手过招 查半目 我说查半目你们听有没有 你看高担对高担 你说那两个比赛第二盘的时候第二盘的时候 本来也是 但是一开始走的时候就是一边 一边较贏的中民有 但是走到一半又过的时候 走到一里不中去而已 哇!那后面刀很难 虽然刀很难 虽然刀很难 但是民主也不败很贼 到买了多少岁 你知道多少岁 不是一岁是半岁 半岁 结果半岁一岁而已痛苦 你知道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从头到尾 从开始学习到九段 你知道他们想过多少岁 而且你如果小孩子在那些下棋的时候 没有人会去那里看 因为小孩子下棋 那些水准哪有狗 那些人才有想要看 全世界的人想要看的是什么? 九段对九段的 大家都要注意 你说你用插拌吗? 你说爱靠吗? 我说这是 我们说艺术眼光 在世线叫艺术 在修行的叫做地毁 我是用比喻 你不要说这样要人心惊奇 我不是说 我这是在比喻 比如说世线 他就有这种问题 再说第三半 也是从头到尾 好像是都很有胜传 从头到尾都很有传 也没减对 如果我这样的人应该赢 jug 是赢很多 对不对 结果果果然赢多少 晟之 中二半就赢嘛 第二半是半ину 第三半赢时候多少赢 你知道嗎 一樣是半百贏 破題為笑 有人就沒辦法 這是運氣還是努力 你們說 這是運氣還是努力 我現在在說如實之見 這是運氣還是努力 絕對是努力來的 哪有可樂運氣 九段對九段 每一步走下去都算到多少 真的是險勝 我問你 不管贏也好 努力也好 什麼人要不走以前 自己生命說自己會努力 你們說 九段對九段 那一向是 勢如破竹 那絕對是不會輸過 不然怎麼會輸過他 不然怎麼會輸過他 大家兩個人都 雙東大 的對手 你說 輸贏就在一面間 那些人都會輸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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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跟修行一樣 這跟修行一樣 在當時要開往 是輸過菩薩都會輸過他 都會輸過他 我說這樣 我這樣比他有痛嗎 有疼 有恰恨嗎 這個修行人 我又要開往 那些佛菩薩都在祝爺 我說這樣 有對不對 那算高手 過招 那些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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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